我今天的演讲的这个分享的这个故事 讲的是我为什么不想被拍成电影的一个故事 去年2015年1月我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医生理的某一课它是一本伞文集》 《医生理的某一课它是一本伞文集》 去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有一个朋友找到我 他说有一个制片人通过他想联系我 说想把我的这本书拍成电影 当时我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的兴奋 然后呢跟这个制片人联系上以后 我就问他 你是不是想把我的一生 作为一个大作家的一生挽开 我觉得他应该想象的是一个 关于大作家的故事 比如说史蒂芬金或者是杰克罗林这样子的 史蒂芬金呢 他在自己的那个写作台 写作的那个位置旁边 钉了一根钉子 然后这个钉子上挂的是他自己收到的退稿信 他每次收到退稿信就把它挂上去 每收到一次就挂一次 直到有一天 这个退稿信的重量 把他这根钉子凳了下来 这样的素材我也有很多 我觉得我的一生就是有一天 面对一个制片人 然后坐在沙发上对他侃侃而谈 我这一生遭遇的这个 在写作上的困难 激流有劲 然后或者是激流有退 然后遇到困难 不撒手 然后最后终于成为一个 富有名望的大作家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就是想 医生都想坐在一个沙发上跟别人看看而谈这个故事 而准备的 我一直在准备这件事情 然后对方他就很委婉地跟我说 我后来才想到他真的很委婉 他很委婉地说 他说张老师 他说我们想拍的是真人真事 那我就问他 我说那好吧 这个散门景你想把它拍成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呢 他不是一个 嗯 一个兴趣性很强的一个故事 然后他就告诉我他所考虑的一个 这个思路 一个在海边的冰淇淋店的老板 也就是我 对我有一个海边的冰淇淋店 然后呢我在海边快乐地跟朋友们一起生活 嗯 有一天 嗯 我突然患上了抑郁症 后来呢 就在朋友们的帮助下 我们嗯 呃一起克服了他 然后战胜了他 最后我们一起快乐地生活下去 可以大家也感觉到这个笑点 谢谢 哈哈哈哈 然后呢 他说我们会在片尾的时候请你上去成为那个花絮 然后我们会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然后我我我我觉得呢这件事情如果能成行 是对我非常有好处的有很多的好处 首先我的晴天剑冰淇淋店会鸣声大叫 你想有一部电影在讲这个电影对吧 然后其次呢我会成为一个有着一部电影在讲我的故事的一个人 嗯 嗯说不定我还可以跟他们说请桂仑美来演我 嗯 哈哈哈哈 然后呢我卖掉这个版权 我还可能呢会得到一笔钱 而且我 我想这个钱可能 说我还不想 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也有一些 嗯纠结 就是我如果接受了这个邀约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要像一个幸运儿那样生活 我从今往后因为电影里说我的病好了 我可以说我没有好吗好像不行 或者是我可能就得像一个职业病人那样生活 因为电影里说我是一个病人 嗯 我想打个比方我跟我的两个好朋友陈海贤和李宗卫 他们两个是心理学家两位心理学家 我们三个人做了一个电台节目 然后我们在电台节目里面呢就是是一个谈话的节目 我们经常大笑 然后有好几次我收到听众的来信私信 他们在私信里跟我说 他说张春我知道你患上了抑郁症 我觉得你装得很辛苦 然后我收到这样的私信我会心里一惊 我会想 我装了吗 会想一下 是不是我 我确实是我患有抑郁症 是不是就意味着我除了忧郁什么都不要做 然后除了病情什么都不要谈呢 这让我感到有些困惑 我也看过一部 熊顿他其实是一个漫画家 这部电影其实是根据他的漫画改编的 熊顿本人他也是一个在成长有梦想的人 但是是不是后来人们主要就是记得关于他的癌症的事情了呢 我拒绝了这个邀约 因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作家 我应该还有机会写出其他的作品 最主要的是我不想就这样成为一个职业病人 因为我想回到那个别人问我的那个问题 他说你装了吗 我觉得抑郁症给我的一个很大的生活就是 我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心情和更多的精力去分辨我的情绪 然后我会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量去仔细的分辨自己 所以我后来有一个结论就是 我知道这个快乐它是这些痛苦它是真的 它是很多的 但是同时我也能细致的去确认 说那些快乐它也不是假的 我拒绝这个邀约是因为我不想我和我的病友们 被无谓的廉价的解读 我不想我无谓的成为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童话故事的人物 生活 人们总是希望生活是很美好的 他们总是希望生病的人会痊愈 失去的东西会再回来 但是事实并不总是这样 我发现我要确认的那些痛苦和快乐 它们分别的成为我心里很重要的事实以后 如果我的抑郁症不会好 我分辨它们 我适应它们 这就是我在外生活的常态 我必须要去面对这些 我要有真实的生活需要去面对 对 很倒霉 事实上我还有另外一个完结 这个病它虽然没有人要把它拍成电影 但是它也存在 这个病叫强制性脊柱炎 比较没有经常听到这样一个病 然后我前期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有趣 就是我无意中进了一个论坛 这个论坛呢 它是全部都是由 全部都是抢劫炎的病人 他们在讨论这个病 我不小心进了这个论坛呢 我看了一会儿 就是一进去 我开始看这些点 我就感到非常的吃惊 他们是在怎么谈论这个病呢 他们在说 有的人在说 有的人说 我自从查出了这个病 我就没有在上班 我一直在治病 这让我很吃惊 然后还有的人说 现在我患上了这个病 还有没有人会跟我结婚 然后还有人说 我已经检查出我的病了 但是我还不知道怎么跟家里人说 我该怎么跟家里人开口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们在用一种谈论 绝症的语气在谈论这个病 你可以把它换成癌症 然后你就说 我查出了癌症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家里人说 但是他们就是在用这种语气 在看着这个病 还有人说 我患上这个病 是不是因为我淫邪 因为听起这个词 就是开始去联想一些 我们比较神怪的东西 来联想到自己的身上 他们还谈到我们的最著名的一位病友 可能是最著名的吧 周杰伦 都知道 对 然后他们就说 他们在这个论坛里面 人们提起周杰伦的时候 他们是这样说的 他们说 周杰伦太惨了 他们说 周杰伦这么有钱 他都吃不好的病 他说其实我们更惨 因为我们没有他的有钱 但是我在大概十多年前 知道周杰伦跟我一样 是一个强气炎的病人 是一个病友以后 我当时是非常庆幸的 因为我那时候想 周杰伦他很忙 他肯定比我忙 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然后他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他把这些事情都完成了 然后他又取得了这些成就 既然他可以 说不定我也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我 看到他这个榜样 我是很欣慰的 但是我的病友们 他们在这样谈 我就在想 比如说他们都在问 我现在患上这个地 在婚姻市场上 会变得跌价了 我在想 会有人因为周杰伦 身强性病人 不想跟他结婚吗 没有没有 这里好像是一个粉丝 什么都会 然后那天 我现在就有两个月 周杰伦 这个 然后那天 我 陈陈陈陈 去睡着了 就是我打 陈陈陈 很累 然后就睡着了 那天 就有多噩梦 那这些呢 我被迫了 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日 人很适合的 那种 周杰企 就是我得弯腰 再清洗一诊所大学的地板 今天我来辅导 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复杂 所以当时我还觉得这个学校 这个校也很陌生 然后我在清洗那一诊所大学的地板 我非常的累 我的背很痛 就是这个病它会让你很疼痛 然后呢 这时候来了一军队的人 然后一军队的人 他们过来跟我说 你好好扫 然后有一个手掌模样的人 他拿手来摸我 然后我就反看 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动我 我就 我就 抵触这个 这个触摸 然后这一整个军队的人 就把我包围住 说你不让动 完蛋了 接下来我们要上你全家 今天那我 就有点奇怪的一个东西 然后 清洗澡那时候呢 就让我闭起来了 然后我就写 就是我感到非常的累 就是说 哪怕我去看这个东西 然后我已经觉得 我们可能被迫的 在我看来 没有过去 然后我已经 而且这个病呢 它是一个 看得见摸得着 可以量化的病 但是我还是会 由于这种 舆论的暗示 和我自己 对 进入这种舆论的环境 而对我自己 产生更多的影响 那天我午睡醒来以后 我就觉得被打了一顿 就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 然后我就 依稀地觉得 我的疼痛有加深 就是说 我在想 我们面对疾病的这种方式 我们的疾病产生的原因 以及它的发展 以及它的加重 会不会跟我们对待它的方式 是有关系的 我们对待它的方式 会不会反过来影响 我们的疾病本身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其实现在呢 我刚才谈到了一些 我的生活中的一些 基本困难 我想说的是 就是到现在 我的现状也不是非常的好 就是我每周 要打两次针 然后我每天都要吃药 以及呢 就是可能隔个一两周两三周 然后我的抑郁可能会发作一下 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的疾病产生的研究一下 也有的经验都双边在写一尺一书 但是呢 于是同时我也在写下一尺一尺书 以及 下一次 因为我们的基本作是 的作家 就是我的日常 就是我的工作 嗯 现在这样说起来呢 可能有一些好笑 就是说 我真的是有一边在写一书 一边在写做我的工作 但是呢 这让我 换病的这个过程 让我获得了一些经验 就是我可以区分 困难是困难 生活是生活 即使困难它没有消失 生活 还是可以继续 下面我想讲一下 就是我在生病的这几年的时间 我做了一些事情 我会很快速地讲一下 这个是我的店 我在我的店门口 嗯 跟我的娃娃合影 然后这个是我的上一本书 出书的时候的一个 嗯 2015年出的那本书的 读者见面会 一个很开心的 一个见面会在青岛 然后去年 2015年的年底呢 这本书也获得了四个 比较还蛮有分量的几个奖 然后这个是呃 跟刚才德蒙娜一起做的那个 叫糖工艺的项目 这个就是我们去的那个学校 我跟那些小孩在一起 然后这个是我跟我的同事们一起做的一个 呃 犀牛故事 呃 一个故事平台 名字叫犀牛故事 然后这是我跟同事们一起在办公室里面 然后这个呢 我先讲这个 这个是梅儿 这个是一个很简陋的logo 是我跟我的两个心理学家朋友 程海贤和李松 为我们三个人做的一个电台 的一个很简陋的logo 这个是我呃 前年去昆明跑了一个半程马拉松 呃 半程马拉松一共21公里嘛 21公里多一点 那个马拉松我只跑了19公里 然后 但是他们还是给了我那个完赛的牌子 就是我在最后一公里的时候 我就 想我 我真的跑不动啊 然后我就上了这种车 我就没有跑完 呃 去 这几年做的一件事 做的事情里面呢 我想说一个 嗯 就是听起来特别不重要 但是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搬家 就是我搬了一次家 为什么我会单独 讲搬家这件事情呢 呃 呃 因为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这张表 是不是看不清 完全看不清对吧 那我就说明一下 嗯 这是一张时间表 这是一个时间线 这个表上讲的是 我有一次坐飞机去一个地方 就是就是从我那天早上起床 到我要上飞机的中间的这个时间 然后呢 这个里面就是吃午饭 收拾行李 去店里 吃饭 出发群体场 然后我要把它分成这样子 这张表还不是特别典型 呃 我平时日用的那种 常常在用的表呢 这个上面会列200多像 比如说我要吃午饭 我要在这里写上 几点几分下楼 可能是以 五分钟到十分钟为单位的这样一个时间表 几点几分下楼 我要去哪一家 我要点几个菜 点哪几个菜 吃几碗饭 分多少口 给狗 要一个鸡腿 还是一个鸭腿 要把这些全部写上 然后我每完成一下 我就要把它画掉 嗯 等我把这200多像都画完了 就到了我该去机场的时候 然后这一件事情我就能顺利地把它完成了 嗯 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分享一个抑郁症病人的日常 然后他日常使用的一些小技巧 如果我不做这样一张表 我不把这一张表的这张纸 放在我找得到 看得到的地方 固定的地方 如果我把它忘了 我找不到它了 很有可能我就会一两个小时站在那里 忘记我要干什么 然后接下来所有的行程都会作废 因为我忘了 就是 人是糊涂的 是傻的 会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技巧表吧 嗯 所以从这张表里你可以看出来 搬家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多么的大 搬家这种高科技 高精密 这种高强度的这种活动 就是 我就依靠这一类的这些工具 把它们 把这些事情一一完成 我想说的是 这几年呢 我最重要的成绩就是活下来吧 就是依靠我刚刚说的那些工具 因为这些事情 我所做的那些事情呢 都谈不上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就像 我为什么说活下来是我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呢 就像我跑那个马拉松一样 我虽然没有完赛 虽然还差一公里 但是这不代表前面的十九公里我没有跑 十九公里在我看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距离了 它已经存在在我的生命里 即使我没有完赛 即使我的人生是其他的结局 不是一个大作家的结局 他已经拥有过的那些成绩 已经度过的那些岁月 体验过的那些事情 他不会白费 那些成功是不会因为结局而抹杀 被抹去的 就在这里我想说 这个一个病人的这些经验对大家有什么意义 生病呢 我觉得它蕴含着一个简单的机会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生病它是一件客观的 是一个客观的困难 然后呢 这个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首先我们想的都是 我怎么让困难消失 我们总是会先想这个问题 就好比我今天来这里演讲 我是非常容易紧张 我非常紧张回来之前 然后我第一个念头是 我怎么才能让我不紧张 我怎么才能让这个紧张消失 但是我想来想去 我操场了无数的各种技巧 比如说把在座的各位想成马桶 我操场了无数这些技巧 但是没有用 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在意大家的感受 我没有办法不去注意听众的这种体验 然后我没有办法在这里完全不发抖 很难 我发现我做不到 不紧张这件事情 那我还能怎么办 我想我就只能把我的紧张先放到一边 然后把我想说的话尽量地说完 尽量地把它说完整 因为我不是为了克服紧张来到这个舞台的 我是为了把这些话说完来到这个舞台的 所以我们看这些词是不是都特别熟悉 我们经常把它们用在自己的身上 软弱 拖延 懒惰 如果好意不劳 比如还有一些什么童年阴影 刚刚失恋 什么特别爱知道等等 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 我们姑且把它看成客观的困难 因为你已经尝试过很多次了 你克服不了对吧 我们姑且把它看成客观的困难 而且我想人类就是好意不劳的 我们人类的身体不是为了追求幸福而设计的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你特别想取得好的成绩 但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尽全情去努力 我特别想赚很多的钱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用最大的能力 用最大的那个力气去挣钱 去钻引 去干嘛 就是我们想得到那样东西的时候 我们很难去全情的去付出 因为我们的人类 我们人类就不是为了追求这些幸福 所谓的幸福而设计的 我觉得我们人类呢 我们的身体能办到的就是我们 饿了就吃 困了就睡 这两件事情 它们能帮助我们的就到这儿了 而且如果你得了抑郁症 可能连这两件事情都很难 那么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好意无劳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 它不帮我们 那我们还能怎么办 我们带着这么多的问题 带着这么多的困难 这么多的病 我们把它叫病吧 我们该怎么办 还可以怎么办 这些它不会消失 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 我们放下对未来的那种幻想 我们不把那种好的结果 当成我们的选项 它不是我们的选项 那个东西呢 它你就交给天意吧 我们能做的就是 此时此刻 我们把全部的力气 花在眼前 完成一件最具体 最小和最近的事情 当我们把这些事情一件一件的完成 然后你再回头看 就像我刚才翻到那张PPT一样 我做它的时候我就想 原来我已经不冲不决走了这么远 我的故事不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 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其实它发生在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 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呢 每一个都曾经倒过霉 而且我们每一个 接下来都会继续倒霉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的 我们人类呢 它就是可以一边倒霉 一边前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技巧 只是你没有意识到 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你其实会 我们人类就是这样 一边倒霉 一边前行 因为我们人类 这就是我们人类生存到现在的 发展到现在的 一直都存在的 生存的基石 谢谢 谢谢 谢谢